我旁邊的那個人是增大了一隻眼 我們來吃Suck and Waffle 然後我們的表情很棒 好會下雨 是這樣的 但為什麼要下雨 我看得很好笑 來這裡是要吃鴨 但其實我是吃中藥 調理身體 所以我不可以吃雞鴨 羊 所以我吃不到鴨 哇!我的Puzzle很吸引 還有一顆蛋黃 你們的Waffle MUFFIN比我想像中藥 在那裡那個 打咳 是最重要的 但現在變成 Pasta是重點 你的Waffle很遠 哇! 很香! 就是期待這一刻 Pasta是這樣 這個醬汁 超好吃 其實本身是要吃他的那個才對 但我想過Pasta是好不容易吃飽 很炸 我在想怎樣把他們的食物放在一起 我們轉一下眼 就已經在這個燈的Waffle 離開了 燈的Waffle 好像說 我們最多可以預留 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間 但我們吃得超快 應該是半小時左右就離開了 然後呢 因為他們也是有Jazz Coat 所以是不能戴帽 還有呢 不能穿牛仔褲 和球鞋 所以我今天就是這樣穿 然後呢 我和他現在超級煩惱 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找 可能去Sex Coat 現在的名字 她和我旁邊已經在吃了 我喜歡選提子的 她是選擇平衡的 我們來這間是百年酒店 提子果醬配提子的香蕉 如果是熱的我會開心一點 但我又覺得不一樣 很好吃 但如果這個可能下次會不會再吃 我們其實是上網搜尋的 很多blogger都說吃過很多間店 覺得這間最好吃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比較好 我們沒有什麼驚喜 可能我們期望太高 因為說到真的很好吃 上不到網 我們在室內也上不到網 我們只是隔了一道玻璃 帶就馬上收得不差了 來了我們到了麥當勞 英國的麥當勞 就這樣已經不同了 它連那塊肉的樣子都很不同 這個是菜寶 好可愛 它連樣子都不一樣 你看它長一點 標誌 我先這樣點 我給大家看 這裡有chicken wrap 這裡也有veggie wrap veggie有沙拉 還有青瓜條 有啊 吃這個 芝士 芝士波 好啊 熱鹽 它有很多咖啡 不同的咖啡 茶也有 果然是英國 哇 它有muffin 動物 它有這個 雪糕 很厲害 因為有些東西會馬上用 所以現在要馬上吃 麥旋風打個蓋給大家看 但我想說 平時麥旋風 它不是把所有材料 一起去打 但它現在很明顯是 加上去 惡意 試試看 非常普通的薄荷朱古力 很普通 大家都知道的 薄荷牙膏的味道 然後呢 Strawberry Lemonade 它是冰的 Smoothie的狀態 我以為它是 純粹有一個液體 我想說 英國的麥當勞 他們的飲品 是紙飲桶 好環保 它是要這樣攪拌 我的Lemonade好酸 好像檸檬汁 然後變冰 很爽 我很喜歡吃酸的 因為 下面是Smoothie的 我個人覺得是藥水味 我覺得如果它是就這樣Lemonade 我會比較喜歡 但OK的 解渴的 好 回來酒店 正式 開箱 這個 倫敦麥當勞 其實剛才看了菜單 發覺 真的不是說 很多特色的包 或者食物 我就盡量選了一些 我是沒吃過 還有 我私心想吃 這個叫了這麼少東西 還有什麼 包 薯條 醬 雪糕 夜飲 這個 很少 都說是麥西哥卷 但是你沒有買 但麥西哥卷就是那個味 那塊餅 還有冰甩 冰甩 冰甩 我叫了它沒有給我 噢 你叫了嗎 是啊 我叫了 好像是 難怪 我好像差一個D 我只是說為什麼 我沒有來叫這麼少東西 首先第一 我覺得可以先試一個包 包裝 裡面有一塊紙 給你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地 整個冰甩 非常好這個設計 它快跑到極度厚 好像很棒 然後有芝士 這個煙肉 其實我想說 英國的天氣 都頗乾 而且今天都很冷 我是需要穿熱 看到嗎 包是有點放動了 但是 我會跳過這件事 要評論一下 真的很好吃 它的沙律醬是偏酸的 然後 我看到下面還有茄汁 沙律醬和茄汁的組合一定很好吃 然後它的扒 雖然冷了 但是也挺多肉質的 而且是厚的 我一般的 那塊漢堡是厚的 因為 多數都覺得不好吃 但是它挺好吃的 它這個厚度 大家看到嗎 有我的手指這麼厚 雖然是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其實是 我們熟悉的麥當勞包那個味 像漢堡包 但是多肉版 它不會像歐洲的Burl 那樣這麼乾 這麼難吃 我覺得 而且 歐洲的漢堡包我真的 唉 那過幾天我就會去法國 試完法國的麥當勞 就知道究竟是否歐洲的問題 它這個煙肉呢 它不是煎得脆 它是煎得軟 但是我覺得不算肥 然後呢 就點了這個波 這個是芝士波 咦 它是三角形的 很有趣 自己點了這個醬 因為我看到它就很吸引 我發現這個芝士波 它這個醬 好像是一樣 因為一樣 它不像芝士波 吃起來好像印度的某個料理 那些味道 你吃印度咖喱 它不是通常會有些什麼 薯 薯 然後是有一塊 好像炸餃子一樣 包著的 裡面的那些 我覺得很膩 然後它很辣 而且 嗯 我覺得熱的話OK 但是 它不是一個特別的味道 嗯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說呢 這個夜飲 剛剛我是覺得一般 但是 經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它很油膩 它現在融了 它變得比較甜 但是它是沒有氣 完全沒有炭酸的 我買這個醬 還特地買了薯 想要怎麼吃 但是它是一樣的 它就是這樣 白色底 然後有一點點綠色的粒 是蔥 來的 它有一點像cream cheese 本身 有點酸 好 我只可以說 我懂得怎麼炸東西吃 像很硬的YOUGURT 然後加了一點點蔥 這個永遠是我的最愛 因為現在基本上呢 在麥當勞買東西吃的時候 全部都是自己去刺激 因為我吃麥當勞的時候 我無論有沒有麥樂雞都好 我都一定要點這個醬 來配薯條 我都在找醬的那一行 因為通常有一板 是所有的醬 在這裡 就沒有啊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好人的CD 然後過來問 我們有沒有需要幫忙 然後我們就問他 醬在哪裡找 然後他說啊 是不用錢的 你去櫃位找個連結就可以了 非常之好 因為基本上 其他地方是全部都要錢的 就是香港、韓國 日本應該也是 然後歐洲之前我吃的也是 我都很好啊 對於我們這些 超喜歡sweet and sour sauce的人來說 是福音啊 我想問你是 這個甜酥醬可以點什麼 我什麼都會點的 就是薯條 任何的炸東西 然後漢堡包 其實我是會這樣 我會這樣配 我覺得它加什麼都好吃 如果它本身的味道 可能是 譬如是70分 加甜酸醬 我會馬上給90分 嗯 今天這個 英國的麥當勞開箱 是 就這樣就圓結了 就是吃了這幾樣東西 之後覺得 那個味 就完全是 我們所知道的麥當勞的那個味 還有我們 買了那麼多東西 就是 12磅左右 都ok啊 價錢不算特別貴 英國的麥當勞 不鹹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之前吃意大利的麥當勞 很鹹 對 那大家如果 在英國住的朋友 或者有吃過 英國的麥當勞的朋友 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覺得 英國的麥當勞 是如何 可能有些很好吃的東西 然後只是這麼巧 我吃不到 那如果有機會再來英國的話 我會再試的 今天是我們 在英國的最後一晚了 我們明天要去法國了 非常之開心 非常期待 好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包括你之後 記得訂閱我 和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向 記得按下訂閱我的小鈴鐺 就不會再做個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的影片就見到 大家下的影片 拜拜 拜拜